他在站長的 你憑你那樣子 你敢叫他站長 一點水準都沒有 穿著黃色上衣的 最看罪的客人站長 一陣咆哮 客客氣氣 一直拜託你 一直拜託你 你憐憫之心都沒有 完全沒有憐憫之心 我70塊米六萬 最怕女性越來越激動 一直叫站長接他70塊搭車 你一點憐憫之心都沒有 你怎麼看他這個程度的 你趕著站長 你有為了站長位置 你趕著站長位置 不斷指責站長沒有憐憫之心 今天站長就像 站在原地罵步環口 畫面被貼上網 引發網友一陣踏法 譴責最憨的離譜行徑 原來8號晚上7點多 台灣中立區的 客運站這名 最憨喝得最茫茫 說自己要到台北士林 客運服務人員看到他 滿身酒氣走路搖搖晃晃 就怕引起乘客騷動 還有不必要麻煩 只要請他稍作休息 等人稍微清醒一點 再上車 沒想到醉漢堅持要搭車 還不斷讀站長借他70塊 站長委屈無奈 只能任由他罵 再看一次底譜畫面 醉漢咆哮站長 只能說酒後池臺的脫氣 糗樣看得讓人只搖頭 紀錄黃主要專輸桃園 猜訪莫導 搭開 равно 滴 泊